陳美琪哽咽了 又黑又濃糞水泼我們滿身 我觉得我怎么以后面对我的病人 我的同事 还有我的小孩子 人家会不会觉得说 你们父母亲都是赚那个黑心钱 去养育你们 很委屈啊 佩琪一真的很委屈 她13日出庭 在法庭中哽咽了 怎么愤愤不平 都是因为 选后突然困着就好起来哦 她的账户里面有两亲两宝 那这七万八千六百五十六块 申报的财产有问题 三立五四新观点节目 去年5月25日 质疑柯文哲2015年 三月申报的两千多万财产 来源不明 她因此对三立节目主持人陈斐娟 及来宾曾静元 提告求偿500万 申报的内容 就是被人家恶意的一个曲解 我今天一定要到法院来陈述 他们讲的不是事实 她13日亲自出庭 当听哽咽诉说 被抹黑的心情 她说陈斐娟等人的言论 就像是带一桶又黑又浓的粪水 泼他们满身 她说每周都会固定搜寻 柯文哲的新闻 改集节目播出隔天 她在YouTube看到 非常痛心 节目上拿一个A4纸 然后画一画就说 我们有好几千万的财产来源不明 虽然三立和陈斐娟这方强调 柯文哲选举完成说 把补助款2561万元全捐了 所以扣掉之处 财产应该是负数 不应该还有2000多万 那我们夫妻做了30年的医生 在台湾的一些 一般人的概念 如果不列入补助款 我们有这种2000多万的财产 我不晓得这个节目 认为我们是很不合理 在这30年来 我觉得我是 柯市长说我勤俭持家 我不太敢这样讲 但是我说我至少 过的是一个很简朴的生活 我没有请佣人 没有买车 我都走路 搭公车上班 小孩也都是这样 我就一定要提出这个诉讼 我希望法院当然能够 防给我们清白这样子 至于三里这方 另直一节目讨论的是柯文哲 确实陈佩奇提告 有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 财产是夫妻合并申报的 大家也知道 柯市长家里的一些财产 其实都是 他说其实一半以上 是太太赚来的 也是太太处理 那其实申报书 其实都是我写的 我有权利可以提出这个告诉 动新闻 法官停讯后 预知全案 3月6日宣判报导 5月3日宣判报导